开讲的过程中 我们的一百位云端观众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 发来了很多小纸条的问题 我挑了一个 我们如何避免战争的发生 请余孟德宇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如果战争发生 我们时刻准备着 这真的是一个哲学的命题 避免战争的发生不是说回避它 而是正视它发生的可能性 并且时刻准备着 只有你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你才可能真正从能力上去避免战争 因为我们时刻在准备战争 所以我们赢得了和平 能战方能只战 我在想其实战争和和平 我们一直以为它是一对矛盾 但是在我们几千年的 中华文明古老的智慧当中 早已把这段矛盾完美地融合在了我们的文化里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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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